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个AMC12的考题 他提到一群总共12名的海盗 同意将金库中的金币依序分赃如下 第K名海盗拿走金库中所剩金币的12分之K 在这种分配方式下 若最初金库中有最少枚金币时的每位海盗都刚好可以拿到整数枚金币时 则第12名海盗拿到几枚金币 好那这个题目当中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他提到了他是拿整数枚的金币 这个答案呢一定要是整数 好那为什么会强调这个是很重要的关键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他告诉我们 第K名海盗拿走金库中所剩金币的12分之K 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先假设 好假设全部呢的金币 总共有S枚 好那表示第一个海盗拿走多少 好表示呢 第一名的海盗 他拿走了 X乘以12分之1 好那表示还剩多少 剩下S乘以12分之11枚 好那等到第二个海盗上来拿的时候呢 他是从刚刚剩下的 好刚刚剩下的这些金币 他拿多少 12分之2 因为他是第二个海盗所以呢 他拿12分之2 好那表示剩多少 剩刚刚的 好我就拿刚刚的去扣掉他拿走的 所以其实后面是剩下十二分之10 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好 左右这样的加起来刚好等于前面剩下的 所以没有错 好那这样子呢 同学我们在挑战这个AMC的考题的时候呢 我们的思考应该可以呢 在这么快的时间跟得上来 好所以你看哦 第三个同学是拿什么 拿前一个同 对不起 第三个海盗是拿前一个海盗 所剩下来的 这里就是什么 十二分之三 好那相信呢 如果你刚刚一路跟上来的话 你就知道 他剩多少 十二分之十一 十二分之十 还有呢 十二分之九 好那我们这边就要跳了 到了第十一个海盗的时候 他拿多少 我们看一下前面规则 好第一个S乘以十二分之一 第二个S乘以十二分之十一乘以十二分之二 第三个S乘以十二分之十一乘以十二分之十乘以十二分之三 所以第十一名的海盗 他拿的是S乘以十二分之十一乘以十二分之十乘以十二分之九 点点点 我一直要写到多少 好 我一直要写到十二分之二 好可是呢 他是第十一名海盗 所以他要拿多少 十二分之十一 那就表示他剩多少 S乘以十二分之十一 乘以十二分之十 点点点 一直到什么 十二分之二 还有十二分之一 好注意 这个剩下的其实就是给谁的 给第十二名的海盗 好所以第十二名的海盗 他所拿的部分 就是呢 刚刚第十一名的海盗 所剩下来给他的这个 好 你说为什么是刚好是这个 因为第十二名海盗所拿的是这一个 再乘上什么 十二分之十二 乘十二分之十二 其实就是乘以一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 这就是 第十二名海盗 所拿的金币 好 那第十二名海盗所拿的金币 这一个题目告诉我 它是整数 所以表示呢 好 第十二名的海盗 所拿的X 去乘上 好 我们数一下 分母有几个12 好 分母呢 有11个12 所以 12的11次方 那分子呢 11乘以10 10是什么 2乘5 乘以9 3的平方 乘以8 2的三方 乘以7 乘以6 那就2乘3 乘以5 乘以4 是2的平方 乘以3 乘以2 乘以1 好 这个的答案 它必须要是一个整数 所以表示呢 等一下 它必须要呈现整除的状态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把这个计算的区域给清出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算哦 好 所以表示呢 这个X的部分 好 它会是一个整数 对不对 所以 X去乘上 好 我们整理一下 11 好 5的平方 还有7 好 2的次方 我们算一下 2的一次 这里2的三次 所以是四次 5次 7次 8次 所以这里2的8次 好 3也是一样 2次 这里 所以3次 4次 好 而分母的部分呢 4 3 12 4是2的平方 2的平方 外面在11次方 所以是22次方 然后3 就是11次方 这一整个部分呢 它必须要整除 好 所以我们来整理一下 好 这里2的8次 2的22次 所以还剩下2的14次 好 这里3的4次 所以是3的7次 好 而上面呢 11乘以25乘以7 它是1925 好 所以什么意思呢 如果 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金币 总共有X 没 那么 最后的 第12个人 它就是拿这么多 好 所以代表什么 X 它一定是分母的倍数 好 可是 X 既然是这个分母的倍数 那我想想看 到底它会有基础解 好 这个分母的倍数 其实有无限多数捷 对不对 所以它跟你讲什么 最少 它问你 最少没的金币 使得每个海盗 都可以拿到 整数没的金币 所以我知道 AX的最小值 就是这个分母的部分 好 因此 第12个海盗拿到几个 拿到1925个 好 所以答案就是 1925 好 欢迎呢 如果你看完之后 有任何想要讨论的地方 也可以一起来讨论 那这边呢 其实 我在这边有 有省略掉一小段部分 我省略掉什么 我省略掉 带回去检查 好 所以呢 看完之后 我们可以 带回去慢慢检查 好 这个 既然AX是这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海盗 拿这个的1 1 2 好 就可以把它带回去 刚刚那个式子来做检查 你就会发现 这个答案是正确的